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有个男子名叫秦勇 父母早逝 村民们见他可怜 时常救济他 稍稍长大后 秦勇便跟着村里的大人上山砍柴 后来他成了一名侨夫 秦勇乐善好施 人品极佳 时常帮助条件比他差的乡民 由于家境贫困 他年近三十人未娶妻 这一年 林县发生水患 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 不少乡民纷纷逃到外地 这天 秦勇照旧到山上砍柴 随后挑到集市群外 带他回到家时 天已经黑了 临近家门口 他远远看见有个人躺在他家门前 一动不动 秦勇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竟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女子 他伸手探女子的鼻息 索性人还活着 于是他轻声呼唤 并用手轻拍女子的肩膀 不一会儿 女子缓缓睁开双眼 秦勇将女子搀扶进屋 给他倒水 准备饭食 女子估计是饿坏了 狼吞虎咽 很快就将饭食全部吃光 原来 女子名叫宁采凤 林献仁 家人在水患中丧生 只剩他一人 采凤本打算投靠亲戚 谁知 他一路乞讨到此 却发现亲戚早已搬家 不知去向 采凤饿了好几天 体力不知 最终晕倒在秦勇家门前 那你今后有何打算 秦勇询问道 采凤无处可去 只能含泪摇摇摇头 秦勇想了想 开口说 我是个孤儿 如今独居再次 家里有两间屠房 你要是不嫌弃 就先暂住在这里 再想日后的打算 采凤感激不已 打算给秦勇磕头致谢 却被秦勇拦下 就这样 采凤在秦勇家住下 平日里 秦勇仍就到山上砍柴 采凤则留在家中 替他收拾屋子 洗衣做饭 久而久之 采勇和采凤互相看对眼 二人结为夫妻 相互扶持 成亲后 夫妻两岸爱有加 如交似妻 日子过得平淡却幸福 然而三年过去 采凤都没能替采勇生下一儿半女 为此 采凤终日忧思 闷闷不乐 秦勇时常宽慰他 表示只要他们夫妻二人过得好便好 这天傍晚 秦勇和采凤从集市回家 中途遇到一个老妇 靠坐在一棵大树下 炎炎一息 身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在放声大哭 夫妻二人急忙过去查看 采凤询问老妇的情况 老妇微微睁眼 随后紧紧握住采凤的手说 好心人 老婆子我怕是不行了 你行行好 将这个可怜的孩子带走吧 话音刚落 老妇一口气没提上来 就这样闭上了双眼 采凤不知所措 回头看着秦勇 秦勇想了想 让采凤将孩子带回家 随后 秦勇做了个简单的棺材 让老妇入土为安 男孩年纪太小 询问不出姓名和来历 于是 秦勇夫妇商量后 决定将男孩留下 取名秦天赐 此后 秦勇和采凤对秦天赐视如己出 秦天赐也很懂事乖巧 很小就帮着采凤做家事 时常跟着秦勇到山上捡柴 但总是被赶回家 一黄眼十年过去 秦天赐已经十三岁 对秦勇夫妇十分孝顺 然而 即便秦勇早出晚归干活 采凤替人做针线或贴补家用 秦家仍旧穷得很 这年 秦天赐得知镇上鹤富人家 要找一个放牛的孩子 他便向父母说明他想去 秦勇和采凤听完 都知道孩子是心疼他们 但夫妻俩担心他在贺家吃苦受委屈 都不同意 在秦天赐的再三劝说下 父母这才准许他去应聘 没想到秦天赐竟应聘上了 每天清晨 他带着干粮 出去放牛 下午将牛赶回来 夜里还得负责喂牛 就住在牛蓬蓬的柴房里 贺家管吃管住 还有额外的工钱 钱虽然不多 但秦天赐已经心满意足 贺富人有个女儿名叫贺淑兰 她十分宠爱这个女儿 让她到私塾念书 淑兰比秦天赐小两岁 性格却像个男孩 她时常跑学 偷偷跟着秦天赐到山上放牛 她爬过树 掏过鸟窝 秦天赐担心她受伤 总是将她赶回家 但第二天 书兰又偷偷跟着她到山上 秦天赐无计可施 只好游着她去 书兰对读书识字兴趣不大 然而 得知天赐想念书 却无力支付学费时 书兰便开始认真到私塾念书 将学到的东西 全部交给天赐 就这样 天赐跟着书兰学习 她聪慧过人 文章写得很好 有一次 书兰不想写文章 便偷偷拿了天赐写的文章 交给司书先生 先生看完 连声称赞 后来 在书兰的鼓励下 天赐参加科考 净考中秀才 书兰15岁那年 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 上文提亲的人 络绎不绝 其中有两户人家势力最大 一个是县衙宁捕头的儿子 一个是当地首富薛富人的儿子 宁捕头的儿子名叫宁川 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终日游手好闲 横行霸道 薛富人的儿子名叫薛清风 跟着父亲学做不辟生意 是个地道的生意人 他将家业越做越大 然而 书兰哪家都没同意 他一心只想嫁给秦天赐 这天 应学两家都派人到贺家提亲 不知怎地 两家竟开始在财力上较劲 你家五百两 我家一千两 比财力 应补头家自然比不过首富家 于是 应家的媒人放话说 谁要与宁家争 就将他全家关进大牢 首富家不甘示弱 说道 谁要跟薛家争 会让他乌纱帽不保 宁薛两家真兑水 一目了然 贺富人愁得不得了 两边他都得罪不起 书兰倒是轻松 让父亲放宽心 他悄悄对宁家的媒人说 答应宁家可以 但是我们家得罪不起首富呀 随后 书兰又偷偷找到薛家的媒人说 答应薛家可以 但是我们家得罪不起补头呀 没过多久 薛清风不知因为什么罪名 被关进大牢 薛富人花了很多钱财 才把儿子保出来 此后 再没见薛家到贺家提亲 很快 应家又让媒人到贺家提亲 然而贺氏夫妇称书兰年纪还小 想多留他两年 宁川自然知道这是贺家的托词 他早已打听到 贺书兰看上家里一个放牛的伙计 即便这个伙计烤中国秀才 于是宁川派人找到秦天赐 让他离开贺家 你若同意 明晚就到城郊庙里 取一百两银子然后离开 天赐询问是谁让他离开贺家 那人什么都没说 当天天赐就将这件事告诉书了 二人都觉得是宁川派来的人 第二天夜里 宁川派的人到城郊庙里等秦天赐 谁知他没等到秦天赐 却等来了牙役 将他当成盗贼抓进县牙 宁川得知是秦天赐报的官 扬言要让他吃不完兜着走 秦天赐觉得宁川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担心连累贺家 于是他打算离开贺家 书兰得知后却不同意 他找到父亲 询问道 爹 宁川一直找麻烦 您看如何是好 宁川两家咱们都惹不起啊 贺夫人叹了口气 表示很为难 您只有我一个女儿 为何不招个上门女婿 宁川两家 不管是谁 都不会同意儿子上门的 书兰建议道 贺夫人一听 顿时豁然开朗 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待他冷静下来 对书兰说 听你这意思 是看上哪个穷小子了 穷怎么了 咱们又不愁吃穿 只要对女儿好 对爹娘孝顺 就够了 书兰说完 贺夫人继续追问是谁 这时 贺夫人笑着说 老爷 难道你当真看不出来 被贺夫人疑问 贺夫人想了想 这才明白书兰喜欢的人 是秦天赐 想到秦天赐的人品 贺氏夫妇并没有反对 不料 没等书兰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秦天赐 他就已经被宁川绑走了 宁川威胁他 若不离开贺家 不仅仅他会有麻烦 贺家也不会好过 宁川给秦天赐一天的考虑时间 并派人看守着 随后他便离开了 谁知 宁川准备回到宁家大门时 远远看见父亲 被几个牙翼压着从屋里出来 宁川吓得不敢出声 急忙转身往山里跑 然而 他很快就被官兵抓住 带到官府 原来 薛夫人蒋宁捕头 告到巡抚大人处 将宁捕头和宁川的罪行 一一举证列出 因此 知府不敢再袒护宁捕头 只好派人将他们抓了起来 秦天赐很快就被贺家的人救了出来 后来 贺家招上门女婿的消息一出 学家果然放弃 向贺家提亲的念头 就这样 秦天赐和贺淑兰成亲 成了贺家的上门女婿 夫妻俩成亲后 感情深厚 恩爱有加 对贺氏夫妇和秦氏夫妇都很孝顺 从此 一家人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